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12月6号礼拜二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今早早的10点钟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特区政府的民政事务处 就在全港18区安排直播追悼大会 有不少长者出席 只不过由于在出席期间 需要全程暂立 大约整个小时 于是有些长者站到脚远 体力不支需要坐下 另外在追悼会之后 有部分长者身品 声称没有想过要长时间暂立 而传统左校创之中学 八百多名的师生今早早九点钟 就进入了礼堂参加特别组会 随后就直播江泽民追悼会 有教师在追悼会的期间 竟然痛哭流体 另外有学生受访的时候就宣称 他是发展内心的悲哀 而在寿博平社区会堂的直播场地 蓝思借乡就宣称 江泽民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是家人 对于他的离世感到非常悲伤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究竟那些长者的情况是怎样 他们为何会出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 我们先去听听 在今早早九点半钟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 就开放给公众入场 民政署就向出席者派发了白色的襟花 有道具的 被你的人带光它才追悼 在十点钟追悼会正式开始的时候 场内的座位就大约是七成满 超过二百人出席 前排出席者都是穿黑色的西装 这些应该是有通过统筹的 中后排的 全部都是穿便服的 全场都是以长者 和中年人士为主 很合理啊 年轻的这边上班不得空去 不要说黄蓝 是那些退休的蓝丝才有空 大哥今天是星期二来的 好了 追悼会 首先进行默埃 和就唱国歌的仪式 全场都暂立 接着就默埃 然后由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渡辞 长达一个小时 期间 有很多长者都需要坐下休息 因为感到脚丸 体力不知 去到十一点多钟 在进行了三谷工 和就国祭歌以后 整个仪式才结束 都挺要命的 站足整个小时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以为 你转播或者直播追悼会 那些人坐在那看而已 不行的 要很尊重的 要站在那裡 那无厘头站整个小时 你莫说那些 七张八张多的长者 对吧 年轻的坐车 罚站整个小时 都很累 所以可以理解 有些人 站着坐下 对吧 唉 真是惨啊 这些长者 好了 其中一个出席的长者 王婆就说 她是受到了朋友的邀请 一起前往的 她还说 听不明白 习近平的道词是说什么 因为她都听不明白普通话 即是她都不懂普通话 接着呢 这个王婆又说 哎呀 我站得很累 都没想过呢 说要站这么久的嘛 那个记者问她 你对于江泽民主席 有什么评价 王婆就说 我真的不懂这些东西的 我不懂的 我都不了解 我几十岁的了 但是呢 王婆最后又提到 那我多少有点伤心 她始终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很厉害的 这些呢 简直就是 先入为主的印象 其实她又不知道江泽民是什么 的事迹 又不知道江泽民做过什么的事迹 反正就知道她是前国家主席 香了 那她呢就要伤心了 那这些其实就是 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来的 究竟她本人 是有多么伤心 多么哀悼呢 都 有个疑问 而且她本人是否有意 走去哀悼呢 还是 有一堆老友去 叫你去 去联谊活动 好了 至于另一个 七章几夜的娘婆 她呢 今天呢 就和一班的朋友 结伴到场 她说 因为是爱中国而去的 哦 那就是呢 这个是蓝丝来的 约上其他男友 一起到场 啊 那你这么爱中国 不要说站一个小时 其中一天 都值得啦 是不是 国家主席 啊 啊 好了 那记者问他了 你对于在 习近平制度词里面 最深刻的一句 是哪一句呢 娘婆就耍手另头了 听的时候呢 就记得 你知道我们一年多了 腹上回来呢 很难的嘛 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 心装在的呢 那我是很理解 娘婆的 雖然她是蓝丝 但是呢 如果你有那么多年纪 站住一下呢 脚又累 又有脚痛的时候 都没有心听的 哎 这些事情 我都试过了 脚痛 脚痛呢 别人跟你说什么呢 你都左耳入右耳出啦 听鬼听嘛 除非那人骂你 那你很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一卵嘴 一直在说 他有他说 你有你脚痛 心不在言 温柔太虚的 所以这个娘婆就 哎 她乍家衣又说 不记得 怎会不记得 你这么爱中国 是不是呀 不记得 找来说的 实情 可能站到脚都冤怀 哪有这么好的脚骨力 站整个几钟头 真可憐 不是人敢品的 好了 好了 娘婆呢 又怀叹 她心情沉重 但是呢 都能够坚持听缘 喏 露鲨了 即是她要坚持的 如果你十八二十二 要什么坚持呢 站个几钟 很狠 对吧 你想想人家那些 做前线服务业的 做企堂的 站多久啊 你要坚持听缘 根本上你都是 硬站的 所以我刚才那个 分析没错 好了 那她呢 就说 没有因为 长时间的暂立 而感到疲累的 这些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哈哈 没有什么分别的 她说呢 是带着爱 和深切的怀念去的 爱这件事呢 就 值得商榷了 因为呢 毛主席说到 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 那因什么解救 你这么爱 江主席呢 肯定有些东西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些受惠呢 你不可以念口网的 爱这件事 不可以胡说的 在共产党的语境下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那些 学生和教师的情况又如何 那 左校创之中学 大约八百名的师生 今早早九点多钟 进入了礼堂 参与特别的组会 先由教师 介绍江泽民的生平 随后呢 就在礼堂 升国旗 就并且下半旗 去到十点钟的时候呢 就播放北京的追悼大会 现场转播 师生又一同默哀三分钟 当追悼大会宣布 向江泽民的遗照 三谷公的时候 在场的师生 亦都是一起 向着直播影像三谷公 即是对着屏幕 那该校就要求教职员 今天要穿素服上班 素服不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教学 应该穿雙服才对 是吧 白色那些 披麻大校那些 素服 那些衣服就不够突出 是吧 国家主席 你是左校 校长黄晶庸 不是黄晶 他就说 这个活动是外国教育的难得机会 怎样难得呢 即是有国家领导人死了 很难得 那你想多不难得 是吧 即是他说这句话 你不要说难得 这个形容词 有些怪计的 那你是不是想多死幾个 我这样 即是 难免令人会有些这样的 啊 联想的嘛 那他就说 希望透过悼念 让学生明白到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密切 同声一面旗 同唱一首歌 那近日呢 该校又举行了展览 又会在校内的电视 播放江泽民的生平 相信呢 学生对江泽民是会有基本的认识 希望学生借此学习 伟大国家领导人的贡献 啊 那其实我们看回历史 啊 在97的时候呢 董建华就宣称 香港好 中国好 中国好 香港就更好 来到去呢 描述 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要密切的 要多些联系的 大陆好香港就更好了 那实际上你看回 过往这么多年是否这样呢 自从 新中国成立以来 当然了 头过三十年就不断搞政治运动 一窮二白 是要去到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以后 才是慢慢搞经济 那大家想一下 香港 最黄金最辉煌那段时期 其实就是大陆最煤那段时期 啊 所以怎么来到去理解 说中国好香港更好呢 就是因为头过几十年 大陆没有发展 要全力依靠香港 有些事情就要走私 所以大陆不好 就变成香港好 到你好的时候 又说要收回香港 那香港好不好呢 那你问香港人自己有个答案 是不是呢 所以你说 香港好 中国好 中国好 香港更好 是不是说得通呢 究竟香港的发展 和中国的发展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 positive correlation 是不是有一个正的相关性呢 还是说是负的相关性呢 啊 那其实大家可以从历史当中 归纳到个结论出来的 啊 那 就是这些左校的校长就没办法了 他都是要这么说的了 都是要唱好的了 好了 那么另外呢 啊 啊 创之中学的中午学生 陳浩全就说 啊 他对于呢 江泽民的那些认识呢 就不多的 但是呢 就知道啊 江泽民在他出世之前 就做了很多事情了 他就说 在墨埃的时候呢 心情沉重的 尤其是记得 江泽民是多么亲民 是 风趣幽默 愿意呢 在人前呢 展示 唱歌、彈琴等的才藝 喂,大哥,你猜参加《全民造星》吗,对不对 就是说这人根本就不知道江泽民做了什么 认识又不多 但是他哀悼的时候就心情沉重 你多么奇怪 会这样的吗 当然他这个答案就答得非常好 但是你想一想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认识一个人 你会哀悼他的时候心情沉重吗 好了,另一个学生梁芙琦就说 从小就听老爸老母说起江泽民的了 就知道江泽民是中国重要的领导人 有份协助港澳回归 怎么协助呢,他是主持仪式 实际上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中蒲联合声明的时候 就不是江泽民去谈的 也不是他签纸的 所以这个协助就 当然协助的定义就很广阔的 他有份主持的大典都可以说是协助的 这个学生就说他是法治内心的悼念 当主持带领麦哀的时候 他是怀着悲痛的心情 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 哇,这些简直要找霞姨给他个饭盒吧 对不对 说得非常之好 好感动 发自内心 他怕你看不到那些内心器 他告诉你,他是发自内心的 好,这个学生 好了,那接着呢,在秀茂平社区会堂又如何呢? 有大约三百名的市民参与的 那有超过八成都是长者来的 那当然啦 我都说你一般那些人要上班 哪有空呢?星期二 就只有那些蓝丝啊 或者是一些蓝丝 邀请他去的一些老友基 那就出席了 那另外呢,也有外傭是陪同长者出席的 这个滥鱼充数位有少少 外傭哪会干责民呢? 好了,在制度时的时候 有些阿婆一度是脚丸 就需要在旁的市民扶起 不少长者也都需要坐下休息 另外,在现场的职员多番提醒 要关掉响闹装置的情况下 仍然是有很多长者的手机是响起的 那些人不懂得教真音 教正音 一路制度词 一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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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在那里响了 那就交响乐 居民周伯就说 对于有机会参加追悼会 他是心情开朗的 开朗那么奇怪? 即是怎样? 死了人啊,开朗 他说江泽民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曾经访港几次 包括在1997年主持回归 香港人应该是要尊重他的 另一个居民 謝相 是蓝丝 一定是 因为他说江泽民在他心目中 已经是家人 对于江泽民的离世 感到悲伤 国家死了一个这么好的主席 江泽民促进了中美的关系 亦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很多的福利 这个正式叫做余丧巧比 就好像死老爸老母那样 这么悲伤 因为当了他是家人 那另一个居民 余相就说 哎,心情沉重啊 江泽民促成了香港回归祖国 因此故意前去悼念 以免怀江泽民对国家和香港的贡献 总之呢 全港呢 都在十点钟要哀悼了 今天 又说要 考考市的那些都要站起身 默哀三分钟啊 然后呢 那些立法会议员又说要默哀啊 终审法院法官又说要默哀啊 行会成员又默哀啊 维港呢 那些政府船隻又名笛啊 那麦哀咯 那问题就是默哀这家东西呢 其实啊 就要法治内心才行的 真是 如果为默哀而默哀 那本上那些人都没有心装在的 那这个就沦为了形式主义的了 尤其是看到有些教师 竟然间哭苦哭忽痛哭流涕的 那你用不用这么好戏啊 大哥 啊 啊 就是习近平都不会这样哭发啦 你也会这样哭发啊 就是你想想 喂一个教师原来 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说那些学生会怎样看他呢 原来他在一个强权的面前 他也是要跪低的 他也是要低头的 他也是要这样哭苦哭忽才行的 那不知道他是要搏扎职啊 还是怎样啦 在一间左校的教师这个 那你就哭了 那 换回来说 当你面对着学生的时候 你还想着对那些学生强硬 那些学生未必看得起 你骂他他都未必听你说 因为原来你在强权面前都是低头的时候 那学生不需要向你低头 他直接向强权低头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这样的学习环境 你说会培约出什么的学生出来 为什么那些家长没有鞋玩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 这一节讲到这里 首先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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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